新加坡产业发展商工会对新一轮的降温措施感到意外 希望当局能够在额外买家印花税方面通融一些发展项目 新加坡产业发展商工会发表声明说 房地产市场才刚从疫情中复苏 企业仍面对很多不确定因素 运营环境也具挑战性 新一轮的措施把发展商得支付的额外买家印花税增加到35% 将导致他们为符合豁免期限需要压缩项目发展销售和完成时间而倍感压力 工会希望政府能按项目的大小区分豁免更高额外买家印花税的条件 同时工会也希望政府考虑允许近期取得了土地选购权书 但得符合一定条件才能行使的发展商能按现有列明的日期 或让他们延期三个月行使选购权 如果发展商无法按期行使 才根据新的额外买家印花税向他们征税 工会也希望政府能像执行共管公寓的买家一样 让首次购买私宅的组屋提升者 在项目建成的六个月后才支付额外买家印花税